各位贵宾 中秋快乐 放假了咋 开心了咋 手帐写起来没有 带上你们闲置的圆点贴 点进这个视频来了 那今天就想跟大家浅浅的分享七种圆点贴的用法 我就以我自己日常的使用为范例 我今天视频里面主要展示的是这样的圆点贴 不同的尺寸不同的颜色的 我的这一个是个韩国牌子的 包括像这样的也都是一样的 反正用法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 讲真心话这个确实是我近期的大爱大爱的第一名 我已经在录本视频之前就已经买好囤货了 第一种最常见的用法就是去写列表 类似一个to do list 每一个项目的开头我就会贴一个小小的这种圆点贴 如果这个事情做了 我就在圆点贴上面做一个标记 那这样做呢会让你整个列表看起来非常的规整 因为你的圆点贴就是对的整整齐齐的 不管你是用铜色的还是像我这样用撞色的 我觉得整个下来手帐会看起来很活泼很好玩 第二种用法就是让它参与到你的打卡 或者说可视化记录的这个部分里面去 我在这里随便写了两个 比如说每周的这种习惯追踪的打卡 那你可以直接用圆点贴去贴 但这个的要求是你的圆点贴要比较小 像我用的这个 它最小的这一条大概是3.5毫米的直径 这种特别特别小的还不是那么常见 但我觉得这个尺寸非常的好用 像我这个本子它是4毫米的小方格 那你用3.5毫米的直径的这个小圆点贴就非常合适 这样看起来也很好看 而且它跟纸面做了一个层次就会比较好玩 或者说我们用它去做这种线性图 我这里随便做了一个心情记录的表格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比如说开销的记录或者说体重变化 或者说睡眠时长等等都可以的 反正你的这种线性图 你可以选择用这个小小的圆点贴 去标注每一天的这个刻度 一眼看过去就非常的明显这个变化的趋势 第三点就是利用这个小小的圆点贴 去作为粘贴工具 贴一些素材到我们的手帐上 我这张绿色的这个变迁纸 它是自带粘性的 但是我觉得贴的不是很牢 我不想让它移动 所以我在两头各加了一个圆点贴 把它固定在我的纸上 有时候呢我会在当周的手帐里面 用一些这种零散的便利贴 它是可以插在这个侧面的 那这一周过完了之后 我不希望这个便利贴 再伸出一个耳朵来 我会用一个小小的圆点贴 把它固定在这一页里面 这张纸不会伸到外面来 用简单的一片圆点贴去固定它呢 我这样去翻动它也非常的方便 整个视觉效果上 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在这里也是同样的用法 这里又露出了一个圆点贴 我真的圆点贴使用大户 包括我们的一些票据 小票想收到手帐里面的对吧 或者我们有一些照片什么的 用圆点贴去贴它 反而给画面增加了一层 可爱的这个气氛 颜色上可能会有撞色 我觉得整体效果是很不错的 那有的时候呢 我还会来一招无中生有 这个贴纸呢 它本身是有粘性的 是不需要再额外增加粘贴工具 去贴它的 但是呢我在这里 还是贴了一张圆点贴 就更加增加了一个层次感 整个画面就觉得 好像有一种叠加的感觉 像这个地方我画的这个框框 它明明就是在纸面上 或者像这个地方圆点贴集中出现 就贴在这两张纸交汇的地方 这里下面是一个拉条的胶带 下面还是贴了一个圆点贴 全部都是制造层次感 包括像这里我的手帐上面 我画了一幅画 把它画成了这种拍立得的照片 所以我在这里呢 就又贴了两张圆点贴 假装好像是把这个照片 贴到了纸上一样的效果 其实制造层次感 就已经算是装饰性方面的功能了 对吧 那下一个用法 我就说装饰性好了 因为彩色的圆点贴 它非常的基础 又非常的活泼可爱的 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你哪怕单独去贴它 它也能给你的手帐增加一点 小小的色彩又不会很抢劲 像这样的地方 我就是觉得这里有点空 纯纯的装饰性 或者说像这个地方 我用一个箭头的贴纸 和一个圆点贴一起组合 做一个装饰 就像一个小小的圣诞树一样 这个箭头也是这一家的 也是这样一个系列的 它内核就里面都是各种样的箭头 包括像这边 这里纯纯的装饰 这些地方都是的 说到装饰性呢 圆点贴还可以集合起来 排成一排这个分隔线 所以在这里呢 也是呼吁大家各显神通 去找那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圆点贴 我的这有的用法确实挺费的 我觉得这一盒就是有点小贵的 但是这一盒里面有1080片圆点贴 听起来又还蛮多的 这个已经用了 有一段时间了 我用用看 看它经不经用这样 OK下一个用法呢 就来自于咱们刚刚的那个分隔线 在上面再加一部 可以直接往圆点贴上写字 适合写例如小标题 或者说你想要比较醒目的 一些关键词 像这个地方呢 我写的是我的2023年阅读的 一些书的书单 那在旁边呢 我想要写一句slogan 就是read more 大概效果是这个样子的 我这里贴的比较老实 是把它对齐贴的 其实可以上下错落一点 里面的字母写的歪歪扭扭一点 我觉得那样也会很好玩 第六种用法了 我才发现 我居然忘记讲高亮日期 这么基础的一个 不过我相信你们也都能想到 它何止的那种材质 属于半透明 所以我可以用它来 贴在某一个特殊的日期上 这样这个日期呢 其实还是可以从下面露出来的 并不会完全遮挡上 那如果大家的圆点贴 是那种完全不透色的 你可以选择贴到 那个特殊的日期上之后 再用笔 把那个日期写一下 就可以了嘛 这本手帐上大量的使用了 这种透明的圆点贴 来标注日期 我就这么随便翻吧 你们会看到很多这种 一标都是一周一 看这是大姨妈 这也太明显了 最后还剩一条了 手帐的侧面 大家应该能看到 有的地方有这样一个彩条 像一个书签的功能一样 但是呢 它又完全不会 像这样伸出一个耳朵来 或者说很厚 让你的手这样合不拢 什么的 它就是非常轻薄 但是呢 又能起到这种书签的效果 这就是利用圆点贴 在页面的边边上 把它贴一半 把另一半贴到另一边 就这样简单的 来把这一页高亮出来 其实贴上 对你这一页的视觉效果 也完全没有影响的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不过一般不指出 可能大家都不会注意到这个地方 但我觉得这样去做标注 其实只用下来 会觉得是非常实用的 从侧面给大家看 其实是很容易找到 你要找的那个关键页面的 其实很像几年前 很流行的一个 黄铜书签的那个概念 我是从那儿想过来的 所以如果大家囤了圆点贴 一直都没有去用的话 缺少一些灵感的话 我希望今天的这七个用法 能帮助到大家 消耗一下你们闲置的圆点贴 圆点贴 我跟你们说 绝对是手掌门的好朋友 把它用起来好吧 我觉得咱们都可以开个系列了 这种消耗闲置用品的系列 你们觉得怎么样